何時? 我放一袋看看 這麼大袋 這個是炸的 是有菠蘿粒在裏面 但是呢 我們有大發現 竟然有膏 嘩 還有很多 嘩 很漂亮 很漂亮 不差 20元一隻 你看 有這些膏 這裡 Hello 各位觀眾早晨 現在差不多8點 我又睡醒了 睡醒之後第一件事 除了拆牙洗臉之類的事情 當然就要去找地方吃早餐 原來 酒店這裡是有 點心供應的 不過價錢方面 都挺驚人的 首先它肯定是不會有打折的 少點9元 超點38元 超點有什麼呢 超點比如說有蝦餃王 如果是頂點的話 就30元 比如說這個 蒸鳳爪 如果再便宜一點 大點的話 22元 瑤柱珍珠糯米雞 還有小米糕 各種就不講了 至於回來這邊 油炸鬼 終點 終點價格是18元 又或者咸薄餐 58元 不但如此 還有煲仔飯 我應該就不會在這裡吃早餐 我會找回當地市場邊的小食 因為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就會回廣州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首先我會去市場邊吃早餐 然後去市場買少許菜 因為要回家 夫人安排了 之前買的火龍果 當然是不夠吃的 再來就是 臨回廣州之前 大概是11點多 12點左右 我會去一個茶餐廳 我已經找好了在哪裏 都是在東城這裡 還有一件事情 我很奇怪 因為我有很多同學在東莞 昨晚我在Mitchat上 跟他們聊天 裏面有四個人 我有一個 有一個東莞同學 另外兩個都是廣州人 不認識很正常 我拍了幾個高樓大廈的照片 給他們看 東莞的同學 他就說這裡是南城 但是如果在地圖軟件 各種呢 這裡就叫東城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大家記住 國貿附近就可以了 當地人 是會叫南城的一個地方 我們這些外人 就會叫東城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嗎 現在我就出發了 我先去吃個早餐 聽說有個百 挺兇的 他的腸粉 但是聽說有挺好的 究竟跟廣州的對比起來 又如何呢 如果回到東莞這邊 又想試一下一些地道的早餐 又不用回到石籠那邊 又是怎樣的呢 我會去吃個早餐 然後去市場買菜 買完菜之後 才回來退房 現在8點鐘 我想9點鐘吃完 10點鐘買完 回到11點之前 就可以退到房 退完房了 吃個茶餐廳 回廣州 好 出發了好嗎 經過差不多30分鐘的車程 我終於回到這邊 這邊是甚麼地方呢 大家不知見到 上一次我們過來東莞 去金沙市場 大概就是那個方位 這附近還有蛋卷賣的 如果時間照得對的話 我應該可能會過去看一看 但是呢 很有可能人家阿姨 是沒有這麼早開回的 於我要吃早餐的地方 就在前面 出回到外邊 這幅牆外邊 是吃一個腸粉的 這裡也有市場 但是看上去 好像沒有我們上次去到的 金沙市場 那麼熱鬧 所以我過來這邊 也是吃個早餐就離開了 早餐專程過來這裡 吃腸粉 瘦肉腸粉 肉碎那種 又對比一下 究竟跟廣州那些味道如何呢 嘩 好冷 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做 新窗腸粉 好像是在這裡走過去 聽說都很火爆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如果沒有位置 買回上車吃 因為戶外都很冷 還有這裡停車便宜 你看300元一個月 昨天我不是去過 高蘭大廈那裡 國貿那裡 按道理那裡應該是 真的停車都挺貴的 7元 跟廣州比 真是 雖然我不喜歡用這句 真是少無見達 廣州停車真的很貴 另一個地方 就是這些老城區 看看 應該在前邊的 好像有位 那裡 那裡 就是這裡 瘦肉腸粉 坐戶外 戶外沒有什麼人 還有豆漿 我就找到這個小食店 現在是8點35分 又是坐在戶外這種 非常之冷 為什麼坐在戶外呢 事情是這樣 原來室內已經坐到這麼滿 只能坐戶外 我呢 是要了一杯熱豆漿 再加上一個肉腸粉 豆漿是2元 然後腸粉是5元半 老闆在現場製作中 還是這種很原始的豆漿 自己加糖 現在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過它是這種粗的砂糖 我都很久沒試過這樣喝 之前在增食 那時候 22、23歲的時候試過 也沒有 那時候還要是 大家記不記得大哨 拿世界杯 巴西隊決賽那場 即日韓世界杯 那時候 我就喝過這些 自己加糖 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店 我都是看社交媒體 才知道這裡 所以專程駕車過來試試它 還可以加蛋 加肉加蛋的腸粉 8元 我最貴就是看到 如果是傻腸就 3元半 傻蛋腸5元 就是這麼簡單的餐牌 老闆就在那裡 不斷拉 不斷拉 所以我就繼續喝豆漿 豆味夠濃 不過這些如果到夏天喝 都有點壓力 不過可能到夏天 它會變回 變回 冷的 如果來這裡最近的地鐵站 駕車 我講的 是需要11分鐘的 叫做天保地鐵站 即是說 如果在這裡 走路去地鐵站 大概可能都要20分鐘 如果真的要在我們先頭 走路四十多分鐘 要在先頭那裡 如果酒店過來這邊 吃過早餐的話 不是太多字 除非你有開車 又或者打車 香粉就送到來了 等了都有一段時間 它是這種 軟軟糯糯的香粉 而且都頗散的 然後裏面是肉碎 而且它是用我最喜歡的做法 就是加蔥 沒有加菜 嘗嘗味道先 豉油是咸 口居多 就不算太甜的 嗯 而且都頗糊糯糯的狀態 沒辦法整處夾起 又是只有這樣 但豉油裡面 是一種很特殊的香味 難以言語 我們在社交媒體說 是燒鵝那些汁 究竟是不是 我當然嘗不出 但是豉油並不太多 加了些蔥會不會太油膩 就是這樣 再給大家看看 它真的不像我們平時 在禮灣和海豬吃的那些 它是這樣的 好了 我吃飽飽 大家看需求得如何 嗯 可能我真的被省整個腸粉洗腦了 它那麼省 是當地特色 那些人是甚麼原因呢 但是你說不許 你講那麼多人吃 還要坐出去外邊 那麼冷都要吃 又沒有理由 我極有理由 所以我相信 就是當地的特色 早上我買了杯咖啡 又或者像我這樣喝杯豆醬 就吃了腸粉 一天的早餐 現在8時47分 好老實說 我不是覺得不好吃 應該這樣說 我是覺得不好吃 但是我不認為它應該做得那麼差 因為始終我覺得 是會被我 被省整的腸粉洗腦 應該是整條夾得起的 又或者我們去到 開屏啊 江門啊 那些食道都是這樣 它是那麼散的 但是呢 醬油真的很好吃 是的 還有肉碎夠多 價錢都很合理 就是散 那裡不知為甚麼 可能真的是當地特色 接下來呢 我就快走 我現在呢 就過去 金沙市場那裏 賣點菜 老婆安排的 任務犯眾 因為老城區的緣故 我開車經過幾分鐘而已 我發現這裏有個很大的市場 想想想 不如就不要去那裏了 這裏叫花園新村肉菜市場 都夠大的 不是那些呢 好像昨天我在石籠 見到那裏那麼小 那不如試一下 走一下這裏市場吧 有機會下次又可以 帶老婆過來 這裏市場買下菜 認一下厲害也好 這裏呢 更厲害 叫做市場路 就是因為叫市場路 我開車經過的時候 我才慢慢看慢慢看 那應該多東西賣吧 叫得市場路 對不對 這裏行車是超級繁忙的 是會塞車的 這麼冷呢 我應該是會買些火鍋料回去吃的 那 因為出發之前一晚 我已經是 我們已經是把那些肥牛 各種全部吃光了 其體見這個市場 是全部都是室內的 因為沒有戶外部分 我不知道 水果我就應該不會買的了 蔬菜我是會買些的 如果豬骨那些是便宜的 應該都會買 至於臘腸是一定不會買的 如果蔬菜見到有密碼實價的 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 再來 之前在西朗市場買過西洋菜 使得老婆紮紮跳 所以她就叫了我 千萬不要買西洋菜 一來到看到就是那些蔬菜 但是沒有密碼實價 暫時看著 走走再說 這個市場就肯定是沒有昨天 在石龍見到那個 那麼寬落的 那麼企鳴的 因為始終都是舊城區 又有麵 又有小湯圓 我是想買回一些 比較有東莞特色的東西 我買完菜之後 退了酒店房 我還會去一個茶餐廳 吃多一餐茶餐才走 這裡有手絲雞 這些都是回廣州會好一點的 相信 蕭美這裡應該是不錯的 這裡又有手絲雞 再往前走 那裡好像賣魚 賣雞都有的 暫時看上去這個市場 都很大的 好像旁邊這樣 又有一些販戶外部分 我們先走一下這裡 這裡就是賣魚 水產的 貝那些可能都會買 因為我有拿冰泥 而且今天天氣這麼寒涼 沒有問題 但有個小問題 始終都看不見 是有沒有有名碼的實價 走下再說 這裡全部都是蔬菜 又有生菜 蓮藕 一應俱全 前面就是賣肉 早上賣肉應該可以吧 市場都挺大 菜仔 怎麼賣 老闆 7元 7元 生菜呢 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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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們好像真的 我第一次來買菜 生菜賣6元 農曆新年價 我們繼續走一下 始終口音不是當地 是會吃虧的 市場這裡也是有粉食的 嬌糕店 店 是賣肉的 我打算在這邊走一下 這邊 我記得上次我們經過的市場 是有名碼實價的 這裡走過去應該是市場外邊 就不是市場 再看看這邊 這裡又有幾個菜檔 因為它一檔 不賺還是貴 一多便便宜 找個靚姨問一下 白菜仔可以放一下 二生菜幾錢 4元 然後 糖糠 糖糠呢 一把 都是沒有糖糠 要些生菜 沒有白菜仔 這麼大棵白菜 要些生菜 要些生菜 多少錢 7元 可以 要那一把 就要這個 旁邊那裏可以7元 真是生菜 過年都不用了 洋蔥 你幫我拿 都是要兩個 好 就這兩個 16元 16元 好 是不是聰明 雖然冷了 但是生菜 不應該是7元 這麼貴 先留在這裏 買4元 我整袋 最後還買到兩個 糧蔥 花我16元 再看看 可能會再買一些菜 通常 怎樣看 老闆有沒有開大價 你買去這些 多人買的店 那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買了 這個旺見 我要買那些菜都有 我現在 就想再買一些 水產 即是那些 貝 各種的 看這裏有沒有 但是 盡量選一些 名碼 實價的 那些什麼 30貝 甚至乎買些 蟹都不出奇 拿得到 老闆 怎樣買 48 48 後面 35 35 那 蟹48 好像貴一些 不過不同的時節 可能現在過得最好的時候 奶尿蝦 30幾 走走走 老婆斷念我 現在買菜 厲害了很多 但是當然 蝦蟹這些 就要講 講時候 這裏還有 這裏有蟹 三點蟹 看看多少錢 你幫我收拾吧 四 大 現在大 要三隻 這裏有48 一斤 可以動就行了 蟹蟹蟹蟹 蟹蟹蟹蟹 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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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現在已經炸了 嘩 開了 我多走兩檔 我看看 45 我多走兩檔 謝謝 又買了一袋 因為 老闆娘還推薦45元 一袋生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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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炸炸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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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不够我们上次去到金沙市场 那么热闹 但如果只是买一点的话 也可以 就是这样的样子 还有汕头牛肉丸 我回到老板娘玩一袋生蠔 是挺漂亮的 是的 我又开车来 拿酒 放着雪着 好 麻烦你 够了 够了 这么快又买卖了 今晚应该会拍摄一段 煮食的影片给大家看 再逛逛市场 有生蠔的 对面是在斩鸡 这边是鱼 挺热闹的 就是最初的这个 订不到哪个老板 开价7元的那个 头痕一点 不要说人不争 买了腊肠就不买了 这里还有很多菜档 基本走过就算了 我不像跟老婆去买菜 我买菜就很快 两下就完成了 还可以买鸡蛋 100元和加鸡蛋 不过也是算了 这些过几天再去买 我现在先回去酒店 没有其他地方要去的了 等到差不多够钟 退房了 大概10点多钟 11点钟 我们去吃个茶餐厅 听说也是一个老字号 要来的 这些菜 今晚就拿回去给老婆煮 给我吃了 Hello 现在又够11点22分了 又是吃中午饭的好时候 而且今早吃的那个腸粉 实在太单薄了 现在饿到非常 我会去前面一个茶餐厅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我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的 叫唯都里餐厅 东湖花园店 据说是做了20年 而且还要很便宜的 我估计大概应该在前面 而且这里还有Wallmark 真的很难得 很久没见过这么大间的Wallmark 在这个应该叫做东湖花园 很漂亮的 可惜我没有时间 再慢慢买人家的楼价 真的比我们广州的东湖花园更漂亮 又好又多 就是Wallmark 前面应该就是餐厅的地方 过去再说 正准备进入餐厅的时候 这里又发现有个地产中介 可惜我不知道楼价在哪里 我看到恒大华府 90平120万 看一个比较贵的 182平 就是这个了 东湖花园165万 80平方米165万 即是3万元一平方米 楼上 吃饭的地方就是这里 很大华 这么快又来眼花缘缘 独餐大时间 这里是一些 饭 它是套餐 我应该会叫套餐 另外 烧鸵 我应该不会再吃 至于这边 就是一些 汤 再揭过来 都有不少好东西 例如这些 猪扒包 27元 又或者这些 昨晚吃过就不必了 吞拿鱼 沙律 又有 也是 这个我想吃 陀国鸡饭 它是跟一个咖啡滑茶 和试日泥汤 又或者炒饭 这个也可以考虑 这个 菠萝焗饭 那 再看看 先看 后面 选择多了 红酒 灰牛舌 也有 甚至乎 碟头饭 也有 选择是够多的 咸鱼肉饼饭 咖喱饭 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猪杂湯 这个就是餐厅的环境 它不是很大的 现在是11点半 餐厅原来也有客人 都不少 所以早来就有好处 还有我看到它的猫咪走来走去 餐厅 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 有点太阳晒着 但是下了窗帘就舒服些 我又叫了一个菠萝炒饭 和红豆冰 等下吃 肚饿了 半分钟 因为我的食物到了 这个是一个菠萝焗饭 上面有少量芝士 很久没吃过 另外 这个饭是有跟一个泥汤 这个应该是苦瓜汤 先翻动一下 没错 是苦瓜汤 再来 我叫了一杯红豆冰 挺大的 我是一个很喜欢白汁的人 见到这些饭 我是没什么抵抗力的 但是这个汤 我未必会喝完 我只要駕駛车 駕駛一个多小时回去 到时在路上 有什么急事 那就糟了 对不对 所以 红豆冰 就尽量喝完 苦瓜我都会吃的 这里有泥汤 如果是有 我可能会叫老板 不想 这个不是苦瓜 看清楚 不是苦瓜 来的 不过 剪上即止 够味 就开始吃饭了 接着 我会把椰菜花 放在一边 我不时太喜欢椰菜花 这一样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挟开了 非常满 在这里已经见到有虾 鲜虾 当然是 拆了壳 当然 炒饭很香 很够锅气 那种 吃这些菠蘿炒饭 要很有技巧 很够锅气的饭 这些米也不会搭着 嗯 嗯 就是这样 之后呢 它是有 菠蘿粒在里面的 但是呢 师傅已经将菠蘿粒切到很碎很碎 就不会很大粒 这里已经见到一个了 或者猫咪在一个餐厅里走来 它很开心 嗯 嗯 嗯 但是呢 差不多够 嗯 繁忙事段 老板娘 一定老板 就打算帮她绑住 免得她走来走去 去演讲到其他客人 妈妈就很不情愿 嗯 在这里绑着那只猫 很肥的 至于我呢 继续吃这个 老婆没有陪我来 胃和原谅有限 不过呢 如果她有陪我来 今早一定是喝茶的 应该是会回到昨晚 国贸那里附近喝茶 可能会去那个 嗯 应该是什么海鲜酒家 忘记了名字了 说深圳也有那间 在那里都有喝茶的 还有附近应该叫老东馆 喝茶都是不错的 这只猫就在那里拍来拍去的 哇 份量也够多 不过我应该是会不打包的 尽量吃光它 吃到这个状态呢 就可以将上面那些白汁 搅拌它 分量够多 真的 这个就是炒饭 那么 有时候呢 如果这些白汁焗饭呢 如果师傅重手那头呢 它会很流的 因为如果有菠萝在下面 要说有菠萝粒 就不会太流的 如果跟老婆来的话呢 可能不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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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老婆是不喜欢来这些餐厅 她是喜欢去一些 老式粤菜那些 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是 是中年人士来的 喜欢吃那些 这些年轻人都喜欢 嗯 继续吃 吃了三分之一都没有 真的够多了 又有粟米粒 还有呢 我吃这些西式炒饭 我很怕呢 它是会有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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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青豆的 硬牙很辛苦 它这里都有 但是不硬牙 有时候呢 重手拿大粒那些 是并不好吃的 再喝一口这个呢 试试上面的雪糕 哦 开始慢慢融了 嗯 嗯 话说呢 在酒店的时候 不知道是我开错了 这些人士是怎样的 好凉好凉 昨晚的皮肯是足够的 而且昨晚好像也只有十多度 所以没有开窗 不会太吵 但是呢 来到现在中午呢 其实有点热的 哦 这个饭继续给我吃 因为发现里面 原来还有魷鱼 这个叫菠萝海鲜炒饭 嗯 嗯 不会太流 真的挺好 嗯 它是有加雪糕这种的 红豆冰的 那还有呢 那些冰呢 是碎冰来的 就不会说 嗯 很大块那些 红豆 嗯 都够绵 但是就未至于 那种起沙那种 那我继续吃了 吃完之后 在附近简单行一行 那我就要开车回广州了 买那些生蚝和蟹呢 还在车尾箱那里 有冰树住的 但是等太久都不是太好的嘛 那在这里开车回广州 大概回到我家 大概需要 如果行高速公路 一个小时多一点 不塞车的话 如果行广源快速 不用钱的呢 大概是 嗯 过半小时左右 但是广源快速呢 就 嗯 经常会塞车的 尤其是后边那一段 那就看情况吧 好了 那我又吃饱饱了 大家看上去那点 如果作为一个茶餐厅来说 又不会说很行货那种 是应该是做了很多年 但是那两只猫咪很搞笑 原来还有一只小在后边 嗯 现在就12点了 通常如果开车的话 中不是最好 因为很多货车司机 或者司机 是要去吃饭的 那我也不再多说了 不要在这里走 因为不是说 吃到好饱好滞那种 第一 有只蟹在车 又有生蚝在车 就不宜久留 快点回家 放下雪柜 有什么呢 今晚才说 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煮饭仔 现在我们先备好材料 煮好清洁好食材 现在都生蚝 我买了45元 就这样煎 要是就 又可以的 煎 煎 煎就功夫多些 不是我蘸些粉就这样煎 麻烦吗 总之 没有麻烦 其实如果说好吃 就一定是煎好吃的 但会不会很麻烦 没有 麻烦 蟹就是这边 这些是配料 有少量的 这个是咖喱 日式咖喱 然后是姜葱蒜 辣椒 洋葱 洋葱 一条条 一些碎 姜 就是这样 最满意 暂时 都可以 可以 还好 很大 而且打开 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很干净 还要很干净 应该都是那些卖剩的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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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新鲜 没有这些白的 那就是 那些黏的 绿色 还有里面有泡水的 洗蚝 新鲜才会有白色 橡膊膊 沖水 用生粉 用生粉 用 用 洗了一些脏 这个时间已经是6.9时 女儿放学中 等她回来 我们就开餐 今晚就生菜 真的生菜 煎生蚝 再加上炒花蟹 花蟹用了61元 都挺大 它放在池上 我看见都这么小 但是老板娘拿出来 我看见都挺大 这个市场值得去的 东莞 近我们上次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近我们上次去的市场 开车十分八分钟左右 差不多 那天我去了三个市场 都挺热闹的 唯独第一个市场不热闹 就是去吃肠粉 我吃过东莞的肠粉 别人还说这档很好 我也是吃惯广州那些 不要说别人不好 人家有别人的爱好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美食 等楼做法和街边都不一样 不过东莞人比较有趣 喜欢吃肠粉 是散的 它有很多人 很多人排队 打包外卖 老板没停手 但是肠粉散了 下边就是62元 上边就是买生蚝 就是这个街 100元出头 就是这样 因为我摆上车的时候 它仍然移动 那边回来 就已经摆进冰箱急凍了 是的 大只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 是的 这么大 真的 这个已经算小了 我问老板娘 有没有肱腊之分 其实也没所谓 你喜欢 这肱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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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不敢打开太久 又拍摄一下 到时回来不够 因为蟹这种东西 死了就不能吃 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放在冰箱那种 急凍那种不同 这个 这肱腊 应该有条红色的 这肱腊 这个是生蚝 这肱腊 大大画画 十只八只 也不止 二十只都有肱腊 这么大一只 不过吃起床 不知道会不会很老 至于这里 正在处理蟹 因为 还在动 看见它 不是 不是 这么巧合 冰到这样 还能动 就很厉害了 处理好 它拔了一些橡筋 老板娘还问我 斩不斩开 我说当然不斩开 有什么理由斩开 我带走 可能她见我年轻 她认为我不懂处理蟹 不过是的 我是不懂的 不过这些应该没什么高 三点蟹 三点蟹 或者叫三眼仔 有肉就可以了 最重要 现在不是最漂亮的时候 中秋的时候 中秋的时候 不是这一家 很饱门 我都没有选 我说老板娘你收拾吧 我看见它 好像挺老实的 看上去都很脏 这时候是挺好的 什么节句都过了 冬至又过了 然后过年又未到 过年中我们有大发现 竟然有膏 哇 还挺多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不差 20元一只 你看 对 你看这些膏 对 对 对 这些膏又干净 算是这样 算是这样 这些不要 是 处理了它 这个蟹公蟹蜜 我都不记得 蟹蜜 蟹蜜不是这种黄 蟹蜜不是这种颜色 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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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蜜蜜 哦 要拍了些蟹蜜 这些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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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 有些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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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蟹蜜就是蟹蜜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至于蟹蜜 这些蟹蜜应该是用这个蟹蜜 整热锅 把蟹蜜 把蟹蜜放进去 把蟹蜜 把蟹蜜 那些蟹蜜不是很辣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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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只蟹蜜 拿一只蟹蜜 放些蟹蜜 让蟹蜜 让蟹蜜 没有那么汗 其实都没有什么讲究 没有什么讲究 是 不是放蕃蜜 不是放蕃蜜 是 放蕃蜜 然后放些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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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蟹蜜 把蟹蜜放进去 这个时候放些蟹蜜 放些蟹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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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 因为蟹蜜 灯光不够 再看一次蟹蜜 会不会有蟹蜜 因为要绑住蟹蟹蜜 对 看见蟹蜜蜜蜜 没有见到蟹蜜 只要放到蟹蜜 用蟹蜜蜜 放些蟹蜜 像蟹蜜蜜 这些可能会有汁水 这样就没那么容易冻 已经香了 已经闻到香味了 而且开始变色了 已经有些高粒出来了 放洋葱 咖喱是否最后放的 全部都放在一起 其实是要拿点味道 不像做到 我又不是加很多姜 加少许咖喱 好像很好吃 最重要是熟 熟就行了 熟就熟 熟就会倒水 稍后还会倒些水 很多锅 已经变成了 很大 买蟹这些东西 其实是去当地人的市场 做好过去海鲜市场 对啊 海鲜市场有时很好 对啊 有时很好 外面想吃海鲜 对啊 深血来潮 跟着我们又不懂当地 有哪些市场 这个就好 叫做花园街市场 对啊 对啊 下次可以在这里买些 然后加工 之后 那些蟹已经开始变色 而且配料 已经开始有点凍凍的 有点凍凍的 才好吃的 再加少许蠔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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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有点味道 有点鲜一点 对吧 再加一瓶米酒 米酒 这样炒 白胡椒 又没有尝试这么工地 早晓就再加多一只 早晓就再加多一只 现在再多一只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不过够了 就算了 你又有咖喱 是吧 還有白胡椒 最後加了米酒 其實現在可以吃了 還沒熟 熟一點 最後是順德的紅麗排米酒 有沒有搞錯 這樣吸著 可以在女兒回來之前吃一點 很吸引 到最後準備打蜆 有些生粉水 不要直接放進去 要在盤子裡才放進去 生粉水是小火的 有酒香味 很香 有些酒香味 很香 有些酒會留在裡面 是 這樣吸著它 不會一讚它就會散發 所以剛才要這麼快吸蓋 要不要多汁 多汁 多汁 要加多汁 那就不用在那裡足夠了 以後聞到咖哩的香味 慢慢煮熟 慢慢煮熟 不要一次過把蜆倒進去 嘩 多紅 多漂亮 不過蟹這件事 你沒辦法說 我認住這間店 下次再去 不同時節 很難說 或者過兩個月又沒有那麼漂亮 沒有那麼划算 好 這個已經可以隨時都吃得了 吸起來就到生蠔了 要再拿些廚房紙 印乾它 煎起身 沒有那麼好 又出水 肯定是你要加生粉 包著它才不出水 廚房紙 好 好 就這樣 煎這幾隻 這裏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就這樣放些生粉 在上面 其實應該是放在碟上 然後拿些生蠔這樣印上去 不要弄那麼多花神 不要看到我們這樣做 要為不懂 其實是真的不懂 是真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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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會割一下 拿些生粉鋪在那裡 但那些好像很浪費 簡單 那個就是 就是出去吃 吃的時候埋單 洗人家又洗 這些是自己做的 但這裏 100元上次在深圳吃幾次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這些 好 那就開始煎生蠔了 要等旺田穿 這些因為不是用火的 所以慢一點也很正常 但其實這個熱身也很快 平時 即是從早上煎雞蛋 煎雞蛋 麵包 什麼都特別 什麼都特別 很方便 有什麼香味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些不要理會 少許 在這個時候 就放些生蠔 進去 那是否要慢火煎 還是快火煎 其實都無所謂 還有這個鍋 是中間熱的 兩邊就不太熱的 對不對 我記得是 那個框 很熱的 都比我們用了很久 都再用多一半年 買一個新的 好用 哇 很吸引 就這樣 接著點芥辣 就可以了 將鏡頭離遠一點 因為始終 那些蠔是有水的 對 它就會這樣 彈來彈去 亦都乾乾過 這個 是開到最慢的一檔 很刺激 它很飽滿 看到嗎 接著還要加蛋 要加蛋 蛋白蛋黃分離 你看它在動 這些 煮完之後 清潔廚火便多功夫 當然 炸不到周圍 為何要炸 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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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鑊好一點 但是下一個吸著 吸著它 吸著它 我有幫忙 我負責吸著 這個時候 這個蠔已經煎了一輪 哇 有些洞 很漂亮 很飽滿 它好像快要爆出來 準備 是不是 如果不是多功夫 其實應該全部煎了 不過算了 很飽滿 挺飽滿 很醉 是的 我買的時候很油膩 因為它的袋 它會顯得一隻蠔很大隻 它不同的蟹 蟹拿出來 懂得動的 我會付錢 不懂得動的 我會走 蠔很油膩 但現在證實了 蠔是買得對的 那些煎來吃 這些就打算拿水 白灑 白灼 這個時候 倒入雞蛋液 不要分開 又說蛋白蛋黃 哦 這樣 下雞蛋就很快熟了 是嗎 有沒有下鹽的呢 鹽的 鹽的 吃的時候才下味 還可以 海水的鮮 這個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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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亂攪板 這個是模仿潮州豪洛版 早知道是做潮州豪洛 更加不好 誰是會做的 潮州蛋 拿多隻蛋 拿胡椒粉 這樣嗎 沒有蔥 不是要有什麼粉 鮮米粉 什麼米粉 薯粉 薯粉 用鬼不攪 對 中間那隻馬上出水 其實是馬上出水 拿一隻鑊好一點 大手一點 馬上出水 所以不會煮 應該等煎好便吃 這個時候 女兒也回來了 我準備去 最後的工序 最後就把 剩下另外的蠔白灑 把蠔煮熟 就對了 這裡有多少隻 這裡有 有八隻 好 又來到開餐時間 我就不客氣 先吃幾粒蠔 我是這個 這個是白灑的 聞到也是很海水的味道 至於這個就切辣了 看看行不行 選一隻中蠔 平均應該大概是會有 15至18隻左右 如果是15隻的話 就3元一隻 應該是2元幾 3元 應該是 是這種的 看看行不行 這碟 這碟很厲害 總共 用了 62元 買回來 即是20元一隻 這麼大碟 給大家看看 是否 挺飽滿 那些肉 它不算是實的的 那些肉都寫出來 味道是最美最美 那種 但也要刺一級美 這個就是賣生菜 我們決定三成 還有 昨晚飲剩的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晚餐 蠔蛋 嗯 哦 蠔蛋 好 看看蠔蛋是什麼味 下面就是我今晚的晚飯 不要吃這麼多了 晚飯 這個好像禽魚 蠔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我以為老婆 是煎到乾身的那種很少粉 但是 奈何在煮的過程中 看到它不停不出水 那沒辦法 只能加了蛋 嗯 嗯 有少少似 少少似 我們去到 潮州吃到那種味 想不到它 都可以煮得到那種感覺 好吃 啊 好吃 那個蠔 嗯 接下來 嘗嘗蟹蓋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蟹蓋的味 嘩 在這裡 這裡 這個就是煮熟了蟹蓋 有些蟹蓋 因為用炒的方法 所以肯定是脫掉了 從8月15日吃到現在 夏天也有 但是肯定是沒有那麼漂亮 現在這時候 正如好像之前 好幾次我們吃蟹所說的 只要時候是正確的 不需要太貴也好吃 只要拿回來 不要放太久 有膏 嗯 嗯 辣椒不算太辣 但是呢 咖喱味也是吃得到的 嗯 還有 不會說有哪種味 蓋到哪種味 兩種辣味都有在 而且都吃得出的 嗯 鮮 非常鮮 海鮮大餐 挺好的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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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吧 蠔和生菜 嗯 弄好這個 嘗嘗蠔和生菜 這樣包著就吃了 嘗嘗 生菜 生菜是不是我賣過的 還是之前賣過的 是之前的 噢 然後把生蠔這樣放進去 來來來 我給咖喱汁 還有咖喱汁 嘗嘗 什麼都齊了 那要不要等些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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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是這樣 就加些蛋 和少許芥辣 要不要 芥辣 芥辣不好 芥辣玩得太盡 就是這樣 那角度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都看不到是什麼 這時候 他還慢慢說 這次煮得 煮得這樣 亂來 慢慢說 大家都看到 是呀 其實不關是 是這樣的 但是 很難不酸 比蠔好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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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昌都好吃 白昌的主屬 都出去了 我就試這個 嘩 無從入口 嗯 嗯 嗯 真的 什麼味道也有 嗯 嗯 好 我要慢慢欣賞 炒蟹和蠔 各位觀眾 下集見 分享這段影片給你的朋友 又或者幫我點個賴 真好吃 拜拜 我們把所有食物都清掉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炸到賣相差一點 其實一切都好 差嗎 那些咖喱 其實不可以像酒樓那樣來炸 炸蟹 怎知不走優 對 只要喝酒優 至於梳菜 就還沒吃完 還有那個 女兒真的很近讀書 沒有一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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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